最新一期向往的生活 杨子和子峰妹妹总结渣男语录 吃瓜群众表示狠磕这对小姐妹 两人都是童星出身 但没有颜值倒退 不红退圈的经历 如今发展越来越好 他俩是幸运的 但也有很多童星 长大后就逐渐消失在演艺圈了 作为香港电影爱好者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香港电影消失的九位童星 七岁入行 1986年的巴西林门 是他的第一部电影 展现了表演天赋 将小女孩的天真可爱诠释得很好 同时结尾演话剧那一柜 情感真挚打动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冯宝宝 在片中演她的母亲 不知道她刚到关佩林 会不会想起自己的童星岁月 第二年的不是冤家补剧头 关佩林在演吴耀翰的女儿 影片竟然是江大卫之道 最大的亮点是肖芳芳 当年金像奖打败了妾女幽魂王祖贤和秋天的童话 钟楚红 关佩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自然是富贵逼人系列 和董标 沈殿侠 李立珍是铁打的一家人 连续合作了富贵逼人 富贵再逼人 富贵再三逼人 后续还有富贵黄金屋和豪门燕燕 标书标审一家人代表了香港底层小市民 他们的悲欢和发财梦牵动着观众的心 因此在票房上大获成功 反观现在的喜剧远离平民将镜头对准精英 自然难以产生功名 1994年 15岁的关佩林演完伴我同行 选择退出影坛 回归普通人的生活 对她来说 退圈也许是明智之举 毕竟演语圈是看脸的 最近一次在公众面前露脸是 第35届金像奖上的童星回忆环节 准确来说 小彬彬是台湾演员 但因为在香港电影表现突出 所以将其列在其中 后面介绍的黄昆玄也是如此 小彬彬和观佩林的消失差不多 两人演技都没有问题 奈何颜值倒退 小彬彬在台湾成名 因再见阿郎 星星之我心的精彩表现 被誉为超级同性 台湾知名制片人王映祥 看中了她的潜力 立马欠下她 并带她到香港影坛发展 在新议程和许冠杰合作全家福 参演吴宇森指导的两只老虎 与十天谭永林搭档恭喜发财 在永胜电影公司参演曾志伟 指导的大小不良 和刘德华合作磨翡翠 影片都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 小彬彬的人气也进一步得到提升 1991年的小鬼三个霸 是小彬彬参演的最后一部港片 应该是参考了小鬼当家部分情节 其中洪金宝 黄柏明 廖伟雄 争当老爸 惹出不少笑话 后来小彬彬虽然淡出了娱乐圈 但她的儿子小小彬和迷你彬顺利接棒 可惜都未达到她当年的高度 黄坤玄的演技在童星里面算是标杆 她对内心戏和哭戏的把握 吊打所谓的民性 阿朗的故事中 周润发和她的父子情感令人动容 结尾罗大佑的歌声响起 她撕心裂肺的哭喊 简直是催泪重担 台湾经典苦情戏鲁冰花 她饰演一位有画画天赋的儿童 生前只有一位老师觉得她是天才 死后人人都说她是天才 可惜她再也不能画画 同名主题曲鲁冰花也是风靡一时 曾打动了许多人的心 与此同时 她在《我的儿子是天才》 即兴拱照《爱的世界》 上海假期中也都有不俗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 她还演过94版《倚天屠龙记》中的少年张无忌 90年代后期 黄坤玄就淡出了演艺圈 但她偶尔会在社交账号更新状态 最近一次是怀念达叔 很难过 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达叔一路走好 永远缅怀 小柏林属于主动退圈 演戏只是她小时候的爱好 现在是一名警察 当年她的冬孤头发型深入民心 在《爱的世界》中 她和黄坤玄的兄弟情感感人肺腑 只可惜杜琪峰太过残忍和煽情 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借高利贷 小柏林大部分作品属于本色出演 自带可爱感 适合演习剧 和林郑英 梁家辉 梁朝伟 达叔都合作过 在《灵界风云》 《三人新世界》 《前妈难当》 《小飞侠》 《踢到宝》 都有出色的表现 电视剧领域也有涉足 最为人熟知的 当属《僵尸道长2》中的 小活佛虾米 和九叔林郑英 看上去像一对父子 林郑宏 一度被网友认为 和九叔林郑英 有什么特殊关系 其实她的原名是张玉礼 《一枚道人》中 和林郑英算是师徒关系 机灵搞怪的小师弟 比阿豪和阿芳靠谱许多 经常解救九叔与危难之间 演完僵尸片 她还演了一部鬼片 《山村老师》 是许多人的童年噩梦 美宜啊 一百年了 放过他们吧 新世纪之后 林郑宏在TVB出演过不少剧集 诸如《封神榜》 《九五至尊》 《真假东宫》等 据说最近一次出现 是在2014年的《名门暗战》 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何建威 出道之初被誉为 小僵尸专业户 在僵尸家族 林焕先生 僵尸叔叔 都有不俗的表现 不知道是不是演过太多僵尸片 或许是至不在此 90年代之后就没有演戏了 据说现在是一名消防员 小柏林转行当警察 而曾思敏同样也是一名警察 但他当年只演过一部电影 《少年黄飞红》之《铁马流》中 和《真子丹》搭档 男半女装出演黄飞红一角 一直被他骗了好多年 最初他是学习武士的 后来师傅建议他学习武术 并在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 袁和平看中他的身手 邀请他演电影 成名之后 他却没有继续在演艺圈发展 而是继续学武 并成为一名警察 黄坤玄的哭戏打动人心 而陈卓心在《至尊无上二》的哭戏 则让人心疼 看一次哭一次 放到现在 不知道让多少明星汗烟 小女孩表演天赋极佳 三岁楚道 参演第一部电影《猛鬼佛跳墙》 和董彪李立真搭档 后来在《何家欢》中 饰演黄百名女儿 《现代豪侠传》出演梅延芳女儿 漫画《奇侠》饰演小公主一角 而且还凭借《伴我闯天涯》 提名金马最佳女配角 遗憾的是 陈卓心八岁就担出了演艺圈 假如一直发展下去的话 香港影坛一定有他的一席之地 出道级巅峰 几个月大就开始演电影 而且是和成龙 古天乐合作 可遇而不可求 蔡志强 也就是马修 当年从一千多名小孩中脱颖而出 面对镜头 他不向别的小孩哭闹 而是吐舌头 扮鬼脸 《宝贝计划》的成功 马修功不可没 当年本片也算是成龙的转型之作 想在电影中减少一些动作 加入更多的情感 有了小孩子 也就有了制胜法宝 演完电影之后 马修的父母 没有让孩子继续在演艺圈发展 之所以参演《宝贝计划》 也是因为成龙主演 如今16岁的马修已经长成一位帅小伙 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想法进军演艺圈 当然了 内地也有不少知名同兴退圈 比如西游记的红孩赵新培 秦始皇的少年嬴政 翁斐然 快乐星球的丁凯勒 李锐等 他们虽然退出演艺圈 但在另一个圈子发光发热 总之 优秀的人到哪里都是人才 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